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依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4月11号星期六下午5点钟 欢迎收听POP有够近 我是依佩 好的 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内容当中 要跟大家深入的来了解一下 我相信这件事情 对于很多人的生活周遭来说 都会觉得非常有趣 原因是我们以前可能拿 一开始啦 我们是拿固定的相机 后来现在很多人都拿手机 可以当相机 而且现在手机的软体啊 功能都越出越厉害了 很久很久以前 大家拿V8在拍东西 对不对 然后也就是只能这样拍而已 但是后来演变成 越来越往空中走 其实我也很喜欢空中的世界 但你知道我这辈子 就是没办法当机师 所以怎么办呢 我前阵子就迷上了空拍机 你知道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到 可能隔壁的叔叔阿姨 或者是哥哥姐姐 他们在玩 可能就说 哎 这个是遥控汽车 不好意思哦 现在小朋友看到我就说 啊 姐姐你在玩空拍机哦 大家都很厉害 一看就知道那是空拍机 但是呢 你看我们现在节目播出也4月11号了 大家也都知道说空拍机哦 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啦 可能今天要请教一下专家 反正就是政府规定说 3月31号以后 有很多县市是禁止空拍机 以及有很多禁止的法令哦 譬如说你空拍机的大小啊 空拍机的重量啊 或是你能够飞的高度啊 各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因为我也不懂 为什么空拍机的法令 就是罚得比酒驾还要严重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赶快来请教专家好了 我们欢迎空拍机达人 我昨天看了他拍的影片 太厉害 欢迎休博特Huber 嘿大家好 我是Huber Huber你今天4月11号来聊这个话题 有没有觉得是 心里是有一点点小小set 因为现在其实哦 台湾在拥有空拍机的人 还蛮多的耶 是确实 台湾在玩空拍机的人 其实确实蛮多的 尤其是因为齐柏林导演 看见台湾之后 很多人就开始接触空拍 我也不例外 是 那你以前是在做些什么 我以前 我本身是建筑科毕业的 然后我毕业之后 从事的工作是景观设计 也就是101大楼以外的腹地设计 要种什么树 要种什么灌木 要设计什么艺术品 这些都是我们在做设计 好酷哦 就等于是城市的规划设计 是 所以从毕业到 接触到空拍机之前 都是在从事景观设计的相关工作 对 没错 对 那怎么会跨一个这么遥远的 一个不同的领域 应该说喜欢空拍的人 不例外就是喜欢摄影跟拍照 对 我早期刚开始是玩平面摄影 哦 对 平面摄影 就说一定还是会有相关 如果对于摄影没感觉 对镜头没感觉 对于画面没有feel的人真心不太会想要买空拍机 是 因为毕竟空拍机可以让我们跳脱一般以往的视角 来拍到不一样的画面跟构图 对 我觉得空拍机就是不玩则疑 一玩就真的会上映 而且你知道我现在那台是DJI的那个Mavic Mini 是最初阶 最小台 最轻巧 对 结果后来我那天看到我朋友在飞那个Mavic的另外一台 是 就是应该是Pro吧 就是它里面的那个操控啊什么的 又可以飞更远 然后拍了 我就心想说 好 到底要不要买别的 但是你知道法令一出来之后 我就心想说 那个生活就已经消了一半 是 那个规定很多 是 今天那个Huber要跟大家好好地稍微讲一下 可是其实我们对于空拍机一般人在使用的概念 可能就觉得说我们就是不同的视角 可以来看可能风景也好 建筑物也好 或者是一些活动也好 但是其实我现在手上有一份资料 我才知道说我们其实想的真的是太粗浅 你知道现在空拍机能够运用的范围很广 苗栗县的消防局 就因此成立了无人的机队 可以来提升整体救灾的功能 譬如说我们以前对于无人机这件事 可能就是喷洒农药 一开始是不是这样子 早期大家对于无人机的定义是 多数是拿来做摄影 但后来也有做所谓的救灾 也就是他们可能会吊救生圈在上面 然后飞到海外去放置救生圈 那等于是消防 就是有点像是海巡的那种收救的功能 那还有另外一种比较趣味性的方面 他们会钓鱼饿 就是在海钓的人会把飞机飞到两公里外 把鱼饿放下去 它可以钓到比较深海的鱼饿 这个很酷耶 这样我们就不用自己出海去啦 我们可能就是在岸边 对它就是在岸边一直拉绳子 一直在那边弄绳子 这个很有趣 这个我想玩耶 因为就是趣味的嘛 对 还有嘞 还有的话像现在 DJI 就是你迷你的那个牌子 之前有出一个企业版 它就是可以在上面有广播器 它有点像是搜救的 它也有热显仪 它可以到可能火灾现场去看房子 哪边还有人 可以跟消防队说我可以到这边去救人 而不用就是以前是要消防队自己跑进去 对啊对啊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它上面可以用广播器 你可以透过你的荧幕去说话 它上面就有广播器跟对方说你应该要怎么做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因为我们也许啦 我们一般人啊 对于空拍机 当然Huber是专家 这个是另当别论 对于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来说 可能就是好玩嘛 我就是想拍到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哦 刚刚Huber在说的 我要补充一下 譬如说苗栗县的消防局就说 这个其实无人机的第三视角 有助于帮助 其实消防队还蛮多的 是一个得力的助手 譬如说特殊灾害地形的判断 他们可以先派空拍机上去 先判断一下 有没有哪一些抢救的地形 我们同仁需要注意的 或者是说呢 我们上去之后 可以运用在山域啊 水域 还有刚刚Huber有提到的是火灾的调查 然后提高搜寻的广度跟视角 像之前有一些山难的部分 也是派空拍机去做搜救才找到的 要不然你用人的视野 你根本看不到它在哪个位置 对啊 对啊 好你知道还可以用在什么吗 包括了有用在 譬如说火灾的调查 森林大火 你不晓得说它是到底从哪里开始的 然后呢 蔓延到哪里 可是你空拍机一飞上去 其实就很显而易见 也许你就可以找到 一开始引发火源那个地方在哪里 然后它往哪里蔓延 其实真的帮助蛮多的 是啊 我现在才知道说原来有这么多的功用 因为我今天要访问Huber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说 哇 原来现在空拍机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可以被运用这么多的地方 是 而且它甚至还可以运用去做3D建模 什么叫3D建模 就是它可以透过空拍机在空中 大概拍一个曲线形 把所有的照片集合起来之后 它可以做一个3D模组的概念 也就是有些人多数拿来做成那个古迹维护 或者是一些地形调查 对 就像消防队他可能要去辨识这个地形 他会拍很多照片 对 回去用软体组合成 你就可以透过软体去调查说 哇 这个山谷有多深 是 对 那既然空拍机现在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其实帮助还蛮大 那到底那个时候啦 我不晓得 因为我看到了已经是报道出来 说331就是要禁飞 然后很多地方不能飞 或是飞行的高度 或是重量 要申请 可能要考照什么之类等等 到底一开始为什么会变这样 必须说空拍机多数 刚开始大家在接触的时候 多数的人是摄影为主 但后来出现了一种机器款叫Mafik 你现在拿的是Mafik Mini 对 折叠款 是 当初刚出来的Mafik 它是第一台可以折叠的飞机 是 那它的造型比较前卫 也很酷 价钱相对的也比较算平易近人 也没有很平易近人 Mafik应该要个五万吧 那时候刚出来好像是三四万 三四万而已 对三四万 所以多数的人会因为那一台 它轻便嘛 对 那就因为它的购入 但多数的人购入之后 多数是拿来炫耀 因为它很帅 它可以折叠 但当这样的行为出现的时候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 没有用真正的心态去面对空拍 你就没办法享受航拍的乐趣 因为你的态度是肤浅 你不注意所有的飞行状况 那我们要多深入才可以 应该说我们在飞行的时候 要把自己当成驾驶员一样 是 我们要了解所有的资讯 我们也要帮空拍机当眼睛一样 即便我们通常透过它的镜头 去看世界 但是我们要从地面 去帮它观察环境 多数的人很容易不注意环境 空拍机就撞到了 你说撞到树 撞到建筑物掉下来 没有砸到很多小时 但砸到人就是大事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有些人的心态不是很正确的 那大家如果记忆犹新 报导最凶的一个新闻 应该是在日月潭向山活动中心 有个富人被一台空拍机砍到头 然后头部撕裂上 超可怕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操作的人他可能是 就我所知可能是某间公司的老板 就是有点小康 那向山活动中心 我们都知道它是长一个拱形状 对对对 那早期多数的空拍画面 没有在飞所谓的穿越 那早期我算是比较前面在飞 就是穿越第一代啦 对对啊 穿越的先锋十足 对算是比较敢这样飞的 但穿越要注意很多事情 因为穿越等于是你要越过障碍 你知道我看Huber的影片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穿越镜头 我看了是会 你知道屁股会稍微夹一下 会觉得好可怕 好像快要撞到 各位听众朋友 假设如果你朋友有在玩空拍机 或是你自己曾经有操作过这个空拍机的人 你一定知道 因为一开始我们技术没有很纯熟的时候 你光要飞到这个 譬如说两棵树的中间 你都会觉得很可怕 你到底会不会达到叶子 会不会干嘛 怎么可以在没有什么训练的情况之下 做这么危险的动作 多数的人看影片都会有一个惯性 他会觉得好像很简单 没有实际操作的人 他会觉得这个动作可能很简单 但他忽略 做这个动作 我们必须具备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识 对 好比说空拍机之所以可以稳定 是因为有GPS GPS是从卫星来的 就是外太空 对 那如果你穿越有遮蔽物的地方 那你的卫星就会被遮蔽 哦 诶对耶 对 那当你的卫星被遮蔽 数量降到八颗以下 对 就会出现所谓的姿态模式 是 什么叫姿态模式 也就是说 他可能就像遥控飞机一样 你定在那边 风怎么吹 他就怎么跑 嗯 对 他就随着风跑 对随风跑 那一般没有遇过这种状态的人 他会觉得我的飞机失控 但其实不是 嗯 而是他转成姿态模式 因为卫星数量不足 嗯 那可能更惨的状况是 他可能是想要飞过来看自己 所以镜头是对着自己的 那个超危险的 所以这时候你的操作是完全颠倒 对 所以你一紧张 操作可能就错了 可能就打到了 嗯 这个其实非常可怕 我可以 在广告之前 我先讲一个 我自己真心在飞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去冲绳出外景 然后呢 因为那个剧组 大家有空拍机 那我也带了我的空拍机 他们都是专业的 啊我的就是比较轻巧的嘛 然后因为在一个树林里面 是有一个类似像是 有点像是树林步道的那种感觉 上面全部都是被盖住的 然后两旁的树 其实老实说也没有很近哦 嗯 但是我想要在里面飞 但是你要观察的非常多 因为那树林会有很多人 从旁边穿进来或干嘛的 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下 我都会觉得后来我就是放弃了 因为我觉得那太危险 但是既然我朋友就告诉我说 应该还好吧 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要冒这个险 而且再加上我自认为 我就是一个初学者 我技术没那么好 我没有办法 第一个就是假设空拍机撞到 我也觉得蛮衰的 然后如果他坏掉的话 我也觉得哈哈要再买一台 二方面是因为 你不能只有自己爽而已 嗯 你考虑到一下别人的安全 但是也许 现在在台湾 拥有空拍机的人真的太多了 很多你没有具备的情况之下 你就开始玩 开始飞 开始大胆的 就是横冲直撞 跟各位讲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规定的原因 好 我们今天既然请到Huber来现场 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请教他 假设如果我们在安全的范围之内 这空拍机的乐趣 也要请他来告诉我们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是我氧气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4月11号星期六下午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有够近 我是怡沛 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呢 要聊一整集的空拍机 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空拍机达人Huber 好Huber 那告诉我们 就是有一些听众朋友 可能真的有空拍机 那有些人没有 现在空拍机有分哪一些种类吗 或是说它的level啊 或是重量啊 之类等等的 我们以比较大品牌的DJI来讲 因为它其实真的出了蛮多机种 以现在大家最知道的Mini Mini其实对一般群众来说算很好入手 那价位也不高 大概一万出头 对但其实就Mini来说 它某个程度是比较适合玩过一定程度的空拍机使用者来使用 真的假的 因为它没有所谓的避障碍 就是遇到障碍物它会停 也就是说这种机型它没有避障碍的时候 很容易一个不注意就会撞到 真的喔 对 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它的重量太轻了 它的马达出力也不够 是 所以你只要遇到风稍微大一点 可能就会被风带走 对对对对 我上次在武岭玩啊 OK 我一飞出去我就想说 欸 我明明就没有飞很快 你知道Mini那台 它其实也没办法飞得那么快 是 我一飞然后心想说 欸啊为什么空拍机一下就不见 因为它就被风带走了 对被风带走了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害怕 在那个武岭的那个鼓 我就我就一直要把它叫回来 嗯嗯 我知道它的功能就比较初階嘛 它不像有一些机型是你按一个按钮 它就自动可以track你或是飞回来之类等等 其实每一台空拍机都有这个功能 有吗 对 然后我就很怒 你知道我那时候就很紧张 想说如果我空拍机叫在那个武岭的峡谷 那我该怎么办才好 其实不管大的机台或小的机台 都会被风拉走 嗯 因为其实像DJI所有的品牌 Mini 嗯 Spark 嗯 Air 嗯 然后Mafika Mafika 2 Fantan 4 嗯 然后Inspire 2 嗯 这些机型他们都具备有自动返航的功能 嗯 就是我按一个键它就回来 嗯 但前提是他们每一台机型的抗风性都不一样 对 所以当嗯你今天遇到风速比你马达极限动力还要大的时候的时候 那个飞机车会被拉走 嗯 不管你是哪一种机型 嗯 像我飞Inspire 2好了 20万的那一种 是 我有一次要拍MV 我们要去新竹半天聊 嗯 那边是有风车的 对 那风很大 而且新竹风超大的 对 然后当下我的伙伴问我说你确定要飞 嗯 我说啊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画面 然后我一开机一起飞 我的飞机就直接飞走了 嗯 嗯 然后音乐老师跟歌手就说哇好厉害哦 你的飞机飞好快 哈哈哈哈 对不起我的我的拨感都没拨 而且那你知道Huber手都在挫啊 心想说我都还没控制它就已经飞走了 对 即便是那么大的飞机 好可怕 都可能是这样 嗯 现在每一台飞机都有所谓的运动模式 对 那我们可以切换成运动模式去做抵抗 嗯 那有时候通常很多人遇到风大的时候很可爱 他会去按自动返航 嗯 自动返航它是一般模式的动力 嗯 嗯 你在一般模式都被拉走了 嗯 所以一般我会建议学生是切成运动模式 嗯 去做返回的动作 哦 然后甚至因为我们一般会飞很高嘛 对 那你就要把高度压低 嗯 因为越低的地方风越小 嗯 然后甚至像你说你在武林飞的时候 那个超可怕 那个你就不能飞高了 你就要贴着地形回来 我不知道 我那时候只是想说 拜托不要让我空拍机才买不到一个礼拜 就在仗仗在武林我不想要 对 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美美嘎嘎你必须要注意的 是没错 不是说你买了一台机子 然后你就飞上去就觉得好像很帅 嗯 可是其实你一个不小心的话 哎 即使摔射是小事 对 你可能就是会弄到别人或干嘛 你判断错误或是什么的 你搞不好你那个镜头 你不知道是对外面来对自己 一个不小心撞到自己也有可能 对啊 是啊 而且你现在多数很多人都是用 由网路平台去购买 嗯 网路平台就很快就寄到你家了 对啊对啊 那很多人连说明书都不想看 连YouTube上面简单的教学也不想看 嗯 就直接起飞了 嗯 那我们都知道电量有所谓的30% 它会开始叫 嗯 会嗶嗶嗶嗶 其实30%是要让我们回到身边降落 不要再使用 嗯 所以多数的人会觉得 哦还有30%我继续飞 然后飞一飞就掉了 飞机就没回来 哦那我是属于比较保守的人 对你可能比较保守 就是我心脏比较小 它只要嗶嗶我就马上把它叫回来 是 那如果说像是mini是比较轻的嘛 然后你刚刚说的就是不同的level 它是有重量之分 或者说它可以做的事情不一样吗 嗯 其实如果以摄影来说的话 他们做的事情其实都一样 嗯 但是以mini 嗯 Spark Air 嗯 这三种机种都算是比较小台的 嗯 比较像是随身旅行用 对 那他们的图传都是所谓的Wi-Fi图传 嗯 那Wi-Fi图传其实是很容易被干扰的 所以我们你有在飞mini 你大概知道 如果你在河滨公园飞 大概飞一两百公尺左右 画面就开始 哦会散动 对 那就是它被干扰 旁边可能有强迫器 或者是可能有更大台的飞机在飞 那像Mathic 2好了 嗯 就是你说可能比较专业的那一种 它的图传距离大概可以到八公里 嗯 所以它的图传讯号是很强的 嗯 像这一种的话 它的蓄电力也是比较够的 嗯 所以多数的人会拿那种机型去爬山 嗯 飞比较高的 飞比较远的 嗯 或者是拍一些城市大景之类的 嗯 那每一种不一样的机型 感光元件也都不一样 嗯 像我说的mini Spark Air 这些感光元件都是EU2.3寸 嗯 就像手机一样 那Mathic 2 它又有分ROOM 嗯 跟Pro 嗯 ROOM也是EU2.3 Pro是一吋 嗯 一吋比EU2.3寸大四倍 嗯 所以那个拍出来的画质会更好 嗯 对 那再来你说Fantasy 它也是一吋 Inspire 2的话是M43 又比一吋更大 这听起来好专业 对 Inspire 2的话 基本上它是否就是电影产业在使用 是 对 那Inspire 2它有挂X5S跟X7 X7就是我们一般熟知的全片伏机 是 那种程度来说 它拍电影的格式又当然又更好 嗯 所以每一种机种都可以做到它不一样的事情 但我从以前都会跟学生灌输一件事情 不管你飞哪一种机种 只要你的基本操作有练好 嗯 每一台飞机 不管是mini或Spark 都可以拍大片 嗯 只要你的画面够稳定 哦没有 我觉得我不认同你这句话 你知道拿在手上会不会挫这件事情 有终 就是有 是有冲突的 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空拍机嘛 然后我自己买的 所以一万出头我觉得OK 那我会觉得说 哦 虽然我有买一个Care 然后也许它摔了 会赔我一台或什么 都觉得嗯 有保险 但是你知道我朋友借我他的比较贵的 我其实玩的时候会觉得手蛮挫 因为我就会担心害怕 想说如果一个不想 我哪知道突然会不会来一阵怪风 还是什么的 我就会想很多 就是说你真的可以练好了之后 你可以买比较进阶的 或是比较贵的 嗯 那其实也是钱耶 那帅就没了耶 嗯 其实 好比我好了 别人拿一台Inspire 2给我 不是我的我也不会去飞 很恐怖耶 因为空拍机即便它现在科技非常发达 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trouble 对 对所以 掉了掉了算谁的 对 不要不要 所以我通常是自己的飞机我才敢飞啦 那如果是别人的飞机会飞得更谨慎 嗯 那我刚刚说的拍大片这件事情是 呃我们如果学会了最基础的一些知识 嗯 跟环境观察 嗯 你就可以避免你的飞机去撞到 嗯 你就可以安心的去拍你的画面 了解 对 好 那接着下来你就交听众朋友 如果现在听众朋友 你现在手边有空拍机 或者是说你买了之后你真的很少拿出来使用的话 我们通常首先如果我们拥有了一台空拍机 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注意或什么东西一定要做 你教大家正确的知识 因为我相信现在政府限制那么多也不是没有原因 那假设如果你可以在限制的范围之内 你如何正确去操控空拍机也是很重要 我们一般在使用空拍机的时候 你要先确认几件事 嗯 第一件事情你的遥控器电量有没有充足 嗯 再来你飞机的电池电量有没有充足 嗯 哪个电量比较重要 两个都重要 是 但是当你遥控器没有电的时候 你手机上面的资讯完全没有 你的飞机跟你完全没关系 嗯 所以遥控器的电量是常常被人家忽视的 嗯 这个非常重要 嗯 电池的电量当然一定要充保 那充保之后我们在开机使用的时候 你必须要等待 嗯 你必须要等到你的APP显示说 我现在是GPS模式 嗯 你要等到卫星抓到8到12颗以上的时候 确认它是GPS模式的时候再起飞 嗯 那空拍机它都有所谓的一键起飞 嗯 我相信很多人会按那个一键起飞 它就自己起来 嗯 但我建议各位同学或者是听众 真的在使用空拍机的时候 GPS抓到之后我们的遥控器可以内拔或外拔 奖就会转 对 对 为什么要让它奖转 第一我们要确认奖有没有转好 嗯 奖有可能没有转好吗 有可能 尤其像mini mini它是用螺丝锁的 是是是 那我们知道马达这种东西高频震动 对 这种东西如果高频震动久了 你没有去检查它 螺丝松了怎么办 嗯 你来讲是不是就飞走了 诶那我好奇的是 那到底为什么所有的机型都要设定一键起飞的那个按钮 而不是叫我们内拔或外拔 嗯 因为它就是有那个按钮 我就觉得 哦啊 那应该就是 就是按那个按钮吧 对 是 呃这算是 呃厂商设计的 就是 小贴心 有点防呆的功能 对 就是 把我们这种呆子 就不容易使用 我让你很简单按 你就可以起飞了 但 我必须说厂商推出的广告跟实际面的事情 其实有落差的 对 尤其是 好你第一次玩你当然可以用 嗯 因为它的奖就是专在上面 对 但如果你的奖过程中有打到叶子或什么的 你可能会有损伤 对 对 所以才会建议大家用这个方式 是 然后 掰奖之后 奖转了 然后再自己慢慢 起飞 对 我通常会建议大家起飞之后 大概高度60公分吧 是 悬停个30秒 30秒 为了是什么 空拍机用的都是锂电池 锂电池里面有很多蕊心 嗯 对 那 呃蕊心有时候会坏掉 嗯 那蕊心坏掉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嗯 它飞机就会下降 嗯 高度会自己下降 你前后左右还是可以控制 是 对 那为什么要停这30秒 如果你的电池有问题 在这30秒内 它可能会出现状况 你就可以去避免 嗯 因为有些人可能是 到山上 海边 嗯 然后一起飞 就直接飞出去 对 到海边 它就直接下海 嗯 到山上 它就直接下山谷 这个状况很容易发生吗 嗯 应该说你的空拍机 使用到一定程度时候 嗯 你的电池里心 就要注意这些状况 嗯 对 所以在做这30秒 其实算是一个 自保自救的一个工作 嗯 好 那这个是飞机起飞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事情 嗯 真正该注意的是 我们一定会带着空拍机 去很多地方 当然啊 会去山上 海边 就是很想要拍 就是那个山上面 然后旁边侧边 我们爬不到的地方 它大概长什么样子 我好想看一下那边的芦苇 就我 我秋天开始玩的 嗯 我就是很想看那边的芦苇 长得跟我这边有什么不一样 是 这样子 好 我是属于就是比较 管比较多的人 是了解 嗯 一般来说很多人 可能会定典型的拍摄 对 他可能 我可能到了 什么公园 或者是什么游乐设施区域 我要拍摄 嗯 那建议大家 要拍之前 先把环境走过一遍 看过一遍 嗯 看看哪边有电线 哪边有障碍物 你说我们自己徒步走 对 自己徒步走 对 不是叫空拍 自己徒步走 是第一步 是 第二步是把飞机飞上去 悬停在一个安全高度 对 你要先评试看 有没有任何障碍物 嗯 确定没有任何障碍物的时候 在往上飞五公尺 记住这个高度 App上面都会显示高度 嗯 记住这个高度 一公尺 对 好 假设我们看到最高的障碍物 是十五公尺好了 嗯 平时的时候看到是十五公尺 我在往上五公尺 就二十公尺 对 如果你没有要飞 很复杂的运镜 你是要高空飞 哦我现在不会很复杂的运镜 对 所以你要在 那个区域看到 最高的障碍物之后 再往上拉个五公尺 是 记住那个高度 在上面盘旋飞行 你绝对不会撞到东西 对 对 但多数的人 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嗯 多数的人就起飞 我东看西看 右边没看到 就直接撞到 嗯 对 所以这些是 呃你真正刚接触 空拍机的人 要注意的事情 嗯 空拍机我们要注意的知识 有什么 操作 嗯 再来就是 你如果是摄影的话 你要知道 影像的基础 嗯 但其实最重要的是 环境观察 嗯 对 我觉得 Uber讲了一个重点 我觉得环境观察 是最重要的 是 以免就是你只瞻前没有顾后 你就会撞到后面 或撞到右边 对 那其实很多常识 所以我们刚要记得那个高度 就是你飞到了一定的高度 也许是附近的障碍物 假设是15 那你就再往上再抓 可能到20的地方 是 然后在那边盘旋飞行 那就是确保你在那个高度 无论你怎么飞 你都不会撞到障碍物 没错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如果真的会操作之后 其实我觉得 飞空拍机 我一开始 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呢 因为 你那个镜头 还有那个飞机 你是可以朝自己 或是朝外面这样子 那你飞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 我们从平行 譬如我们打电动好了 我们是平行的视角 到了一个是360度的这个视角 其实是需要稍微适应一下的 我们待会请Huber来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如果飞上去 也确定附近没有障碍物 有没有一些 基本的小技巧 可以教大家 就是比较好上手的 好不好 我刚要做这来请教他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劲 吃喝玩乐最有劲 4月11号星期六下5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 有够进行 我是宜沛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空拍机达人Huber 好 其实在Huber的 这个Facebook上 你也有放很多的 你自己空拍的一些画面 当然你那个 真的太高阶了 如果大家要参考 你里面有没有放一些 比较初阶的 或是说 比较基础的 有一些教学 你拜托你拍一些 教学影片好不好 你又不是真的要去报名 参加你的课才行 对不对 我必须说 因为粉丝专页上面 呈现出来的作品 都是比较高阶的 我跟讲都是很不得了 就是所谓一进道理 我以为我在好莱坞 也没有啦 但我必须说 这些影片是让人家去参考说 你可以怎么拍 你的飞行运镜可以怎么走 但我必须说 你要到达这个阶段之前 我们要做一些基本功夫 基本功夫有哪些呢 来来来 首先我们都知道飞机起飞前 要走到GPS 好比迷你好了 走到GPS 起飞它是不是就悬停在那 对 好那你就把你的飞机 飞在你前面 起飞悬停大概60公分高 在你的前面大概 6公尺的地方 放一张椅子 椅子 椅子 或者是三角锥 然后呢 请在空旷无人的地方 去做使用 然后让你的飞机横移 跟你的水平距离 保持一米的宽度 嗯 然后去对那个三角锥 做一个绕行 绕一个摸字形 嗯 都要维持在一米的宽度 一米的宽度 一米的宽度 这其实蛮难的耶 好 来我们第一个动作是 鸡头对着三角锥 鸡头对三角锥 对 去飞摸字形 摸字形 好再回来 嗯 好第二个动作 鸡头对着自己 哎呦 不要呢 我会怕我会怕 这样是不是就颠倒了 对很恐怖耶 鸡头对着自己 你知道你一时间头脑会 没有办法切换 是 有些人会用逻辑去想 嗯 但用逻辑去想 就慢了 因为你脑袋想过一遍 再回到手 你的操作 我就是这样 所以我没有办法 就是对着自己飞的时候 我都会飞超烂 是 所以我常会跟学生讲 对 你要用你的手 跟遥控器 去跟你的飞机 感受相对关系 嗯 也就是你不要用逻辑去想 你用推感去推 我现在要让他往前往后 往左往右 你要去尝试去推感 用手记住那个方向感 你看哦 如果假设 呃 现在是鸡头操自己的话 你要让他飞向自己 就是变成要往下 就其实那个逻辑是相反的 相反的 就是真的要用头脑想一下 可是就像Huber讲的 就是 就慢了 我朋友就是飞非常顺 因为我是初学者 所以我就要先用头脑想一下说 呃 他现在是对我 呃 所以我 我都 然后我就开始一直翻白眼 呃 呃 所以他现在往下 哦 我如果要让他飞出去 对我 你知道我很想拍那个画面是 譬如说我站在一个高山上 已经征服了那一座山 然后空拍机飞起来的时候 是对着我 然后飞出去 你知道我都在平行高速的时候 我要先稍微想一下 就是要忍一下那个脚本 我才知道说他是 那个弄作很恐怖 是 他就会撞到我的脸 我是靠脸吃饭 所以他就是必须要稍微想一下 那我到底怎么练习呢 来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 跟我一样有困扰 或者说你们已经是 进阶者就不要笑我们呆 因为我们就请教很厉害 专业的Huber 告诉我们怎么做 来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 呃 我们一般用逻辑去想的时候 肯定会卡住 对 对 所以呃 当你在很空旷的地方的时候 你会看着你的飞机嘛 嗯 为什么不要浪费很高 而是飞在60公分高 因为你可以跟他相望 是 他怎么推 你推错方向 他就会跑错方向 对对对 他就朝我来 你就知道要怎么修正 嗯 因为平常你 你自己出去玩好了 你没有练习 你就是想说我要这样飞 但你会在那时候定格 定很久 因为 这种东西就是 你平常没有练习 你要做也做不好 嗯 所以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 用监视器在旁边偷偷看我 因为我就是在那边订超久 然后我朋友说 啊你这到底要不要飞 我说 等一下先让我想下 然后就开始火达 对 所以呃 我们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 今天就鸡头对着你自己好 嗯 我们先不要去做 某自行的绕行 OK 你就是让他距离你 大概有三公尺远 嗯 够远了吧 嗯嗯嗯 你就是去尝试操作他每个方向 嗯 去熟悉每个方向跟你的手是不是一样的方向 嗯 对 然后手熟悉之后 再去想你的逻辑是要让他往前还是往后 往左往右 是看着他 嗯 所以今天你用手去感觉他的时候 你就是最立即的 是 你不会用脑袋在想 嗯 对 因为你怎么推就是 哦我要往那边了 嗯 我要往左边 嗯嗯嗯 对 应该是说 应该我知道Huber讲的重点是说 让我们的手跟眼睛 变成跟空拍机是整个连在一起 是没错 而不是要透过大脑去想过一遍之后 是 才传达到手 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让他是在 我们可以看到的反而 对 一般来说我会说这个过程是 跟你的飞机培养亲密度 OK 因为大家以往都会飞很高 都不会跟你的飞机有亲密关系 嗯 对我来说啦 我每一台空拍机都是我的 伙伴都是我的战友 嗯 所以我跟他会有很高的亲密度 嗯 我会知道他该怎么飞该怎么走 嗯 有些人会讲的比较夸张叫人机合一 嗯 但基本上是你把他当一回事 他就把你当一回事 嗯 对你不要想说他是冰冷冷的机器 但其实某个程度 或许他们都有灵魂在 没有你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你去想一件事情 因为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人机合一 但人车合一你总做过吧 你 你买来车子 或是你买了新的摩托车 你是不是要跟他好好培养感情 是 他才会载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空拍机也是如此 虽然说他 通常我们不会跟他结合在一起 是 他是会离我们蛮远的 是 但至少心灵是 是详结的 嗯 所以 所以这个练习 大概要练习多久 还是说就是因之责而易之类 应该说 呃 他有四个方向 一个是机头朝前 一个机头对自己 嗯 一个往左 一个往右 这四个方向要去练 往左往右也要 对 对往左往右也要 是平行的左右吗 不是 机头往左 哦 机头往右 哦哦哦 对 好的 机头不是有前后 是是是 左右 对 方向感不太好 对前后左右都要做 嗯 最难的都是左跟右 嗯 因为你说 前后只要颠倒就好 对啊 左右是 左右 完全不一样的 难怪我现在飞 我都是只有平的 然后往左 然后平的 就是他机头可能是朝起摩 嗯 或是朝那边的 平的往左 平的往右 我还不会整个转过去 降肥 哦这是要练习 这个超难的耶 这个除了你要熟悉你的方向感之外 对 你真正在练习的时候 不是说要放个三角椎或椅子吗 对 然后你的水平距离要维持在一米 嗯 这个又更困难 又有限制啊 对啊 那为什么要维持在一米 我相信很多人开车会经过新竹那路段 嗯 风很大 嗯 你想要开好在某一个线道 其实你的手跟方向盘是要非常粗密 嗯 嗯 那它是有轮胎 它有摩擦力都那么难 对 更何况空拍机在空中会遇到阵风 嗯 所以你要维持在一米的宽度的时候 你的手还要去做 方向的抑制 对 你才可以让你的飞机飞得够值 还有一个啦 大家一定可以想象 就是你开五阳高架 然后又适逢台风的时候 哇 哇 我那个车我都觉得我快被吹到五阳高架下 就是那种感觉 不好意思 所以你更何况 那个空拍机 假设如果重量又不够重 像我的mini就是很轻的 不到250克 那其实真的很容易被风带掉 是 所以各位 Huber刚刚讲的很基础练习 大家不要想说好像真的很无聊 其实真心要练 是没错 那练了之后 真的上手之后 再把它飞上去 其实有 这个是最基础的阶段 它算是你的右手游门出力的练习 因为我们都要出练习军力的出力 我常会说 左边的 因为如果是美国手 有些人会喜欢飞环绕 那我都会说 左边这个机身环绕走 有点像方向盘 右手就像游门 那我都会跟学生说 如果你要过弯 你不可能游门忽开忽慢 你的弯也不可能抖吧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在飞空拍 机的时候就有点像在开车 你的方向盘跟油门是要均速去放跟收的 那你知道这么多学生 我要问一个 因为我想要帮各位听众朋友问一个我切身相关的问题 就比如说你有观察吗 假设如果车开的好的人空拍机会飞的比较好 还有有相关吗还是完全没相关 因为我会这么想要问Huber是因为我车开了还算不错 但是我空拍机飞的就很普通 我必须说开车技术好的人飞空拍机一定有差 因为那是协调问题 像我看过一个艺人叫林志宜 他的空拍机的运镜就飞得很稳 人家林志宜平常是开跑车的 开跑车的吗 所以那飞空拍机当然很厉害的嘛 所以那是一个协调性的问题 操控性的问题 就是你会不会去操作那些器材的问题 没错 不过最后我们来请 虽然说这个法令已经过了 然后已经开始执行 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已经4月11号 但是最后还是请Huber提醒一下大家 相关的法令 或者是说你空拍机是不是有APP 其实可以参考 哪里可以飞哪里不能飞 其实都有 我就很认真 我就乖宝宝 因为我真心 我朋友就说 那个又没人看 你就飞上去 我说不行 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只要有一个人不遵守规定 这件事就有可能会被 放大 对会被放得很大 然后就会被禁止 然后就会有危险 所以我觉得来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 如果我们真的要查到最准确的资料 当然就是上民航局的那个资讯网上面去查 你可以查到最新的县市区域 哪边可以飞行 哪边不能飞行 那这是最基础的 我们要知道哪边可以飞行 哪边不能飞行 那如果你在所谓的负面列表 就是可以飞行的区域 我们又有什么限制呢 我们最高只能飞120公尺高 120公尺 120公尺高 那那个起飞就是高度限制是以你的遥控人的位置开始起算 120公尺算高吗 很低耶 40层楼 一层楼算三米 40层楼 说高不高 说低不低 也没有到很高耶 对 很尴尬的高度 你没有办法拍到以前的500公尺很高的画面 对啊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 距离的话 就我所了解的 好像是可以飞300到900之间 但这个还要以民航局的资讯为主 其实大家要飞之前就是上民航局的网站去看 因为它一定规定写的非常非常的仔细 对 然后所谓的120公尺 其实有个东西很尴尬 我们可能会觉得 我今天只要到很高的山林线 我可以往上飞120公尺往外推 我就可以拍到很漂亮的 很高的对不对 合理啊 对 现在是它要沿着地形 如果你的地形是往下的时候 你的120米是要跟着地形往下递减 我哪知道 我又不是探勘地形的 我不知道啊 所以啊 也就是说 一般来说你要去抓到准确的120米 很难耶 很难 但是最好抓的地方是哪里 城市 因为城市有大楼可以去判断 是 对 可是问题是我就不会在城市飞啊 对啊 建议大家不要在城市飞啊 因为城市 因为不是啊 因为我觉得还有讲一点啊 我觉得是比较能够拿来讨论 就是你在城市飞的话 我觉得我真心觉得 还是会有一点点隐私的问题 没错 就是你要考虑一下别人的隐私 你有空拍机很OK啊 是 问题是你要考虑你飞上去的话 你会拍到别人 搞不好有人正在阳台换衣服 没错 就被你拍到 这样也不 也昂贵哦 是 这样子 这样子不行哦 好不好 所以这个其实都要注意 现在是不是夜间也不能拍 夜间不能拍 那你们怎么办 基本上我是比较少拍夜间啦 但多数的人喜欢拍夜间 那拍夜间有一个方式可以 也就是说你今天是法人 什么是法人 就是公司行号 对 法人的身份 我要把我空拍机挂pop radio 然后就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pop radio的空拍机法人 但是你还必须要有操作证 什么啦 好难哦 操作证是要考吗 要考啊 它有学科跟素科 然后还有分所谓的高级跟一般 对 我就考第一级的就好了 应该说如果是一般玩家 你不夜拍的话 基本上你只要注册 不用考照 对 然后你的飞机在两公斤以下的话 你也不用考照 你只要注册 对 但如果你今天的飞机是两公斤以上 如果你是一般玩家 那你就要考照 就像inspire 2 就是所谓两公斤以上的飞机 那个就要考照 那你现在身上有症状吗 你一定有吧 我还在排时间要去考啦 没有啦 我就是 不好意思 我就是这样稍微冒犯一下 Huber 因为他已经是非常厉害等级的 但是你知道现在政府规定就是这样 所以假设如果他接下来 就要把两公斤以上拿出来飞 他也是必须要先考到 我们真的要遵守规定 先考到之后再来飞 其实我觉得 大家不要觉得 虽然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觉得 为什么空拍机反而要比酒驾重啊 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想argue 好不好 请大家去连数一下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这就是我真心想不懂 但是呢规定就是规定 而且法律过了就是过了 所以既然这样的法律 也许以后会修改 不一定 不晓得 但是现在既然是这样 就请大家遵守 有一个APP 叫什么APP来着 其实有蛮多APP都有 现在有个APP叫SkyCentra 其实可以去做查询 但我们还是必须 以民航局的为基准 因为那个必须 可是那个APP就会告诉你说 我现在所在地能不能飞 但毕竟那还是一个民间的 民间开发的 我们还是要以民航局 因为民航局跟地方单位的资讯 是串联在一起的 应该是要以那个为基准 了解 好 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看到 更多很厉害的空拍画面 当然今天我真的很开心 找到这个这么厉害的 专业级的空拍达人 来跟我们讲 这么初级的事情 好 待会Huber来帮我们做一件事 我不是叫你要在现场 拍我们这个pop radio 是帮我们点一首歌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OK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劲 吃喝玩乐最有劲 好 今天聊了这么多空拍机的内容 最后我们要请我们这一位 空拍机达人Huber 帮我们现场点播一首歌 你要点播什么歌曲呢 Your Song 演一首你的歌 我要点播的歌曲是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谁的歌 那个 狄克牛仔 等一下 你是很Rock是不是 你是很喜欢狄克牛仔 还是怎么样 也不是啊 就是 这首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为什么 就有点在描述 要叫大家把握当下 把握当下 对 因为你 当你没有把握当下的时候 你会失去很多 而且你可能会 后悔 来不及挽回这件事情 对 其实我觉得你今天点这首歌 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只要把那两个关键字改掉 因为狄克牛仔这首歌 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但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掌握 最基本的基础 就乱飞空拍机 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空拍机 可以重来 就可能 飞一飞 就掉了 啊 啊 好心疼哦 那就是因为你自己基本功 没有练好的啦 练好再飞就不会有问题了 是没错 非常谢谢你点播这首歌 我觉得很符合今天的主题 最后我们就来听听 狄克牛仔的 有多少爱